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句话我们要记住 念佛的人时时刻刻要保持心无散 如果心里都还很散乱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了 功夫不得力 往生就没有把握 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 这种人是大有人在 李老师当年才是 常常提醒我们 台中联社是他创办的 我认识他老人家 跟他见面 刚好是台中联社十周年纪念 他在那里已经搞了十年了 我跟他见面 可是很有成就 台中联社的联友有二十万人 老四常说 我们的联友天天念阿弥陀佛 念万个念佛人 这讲联友 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三五个 什么原因 念佛的功夫没有能够把烦恼付出 就是古人所说的 口念弥陀 心三了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是非常淫历的警告 这个佛号不能设心 那有什么用处呢 佛号的功德就是在设心 那这个里头有一个事实 真正缺悟的人 真正是佛的人 欲望要大幅度的下降 你的欲望不能减几分的 你的妄念复不出 要能把这些欲望降低 欲望要没有了 那就说明你的一心不乱了 欲望没有了 在我们六道里头 欲望没有了的人 神色界天 他不神欲界啊 你要想得神欲界天 欲望没断呢 他神欲界啊 欲望要断掉了 他怎么会神欲界呢 那六道叫三有 就是你有欲界的一 有色界的一 有无色界的一 这叫三有啊 欲界的有没有了 欲界的欲望没有了 你就决定不深欲界 不到极乐世界去 你到色界天去了 那很高啊 不错了 欲界有六层天 欲望大地是第二层 啊 第一层是四王天啊 逃离天就是欲望大地 再往上去夜摩天 斗帅天 化落天 踏化自在天 一层 逼一层淡薄 那所以欲还不能够担保 这是我们非常大的障碍 那我们现在功夫不得力 这个佛号是 你扶不住烦恼 就是欲望太多 那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师 张家大师 啊 就是叮咛我 放下 看破 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他讲的次数太多了 常常祝福 要看破 要放下